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講張可怡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張可怡有些角度 真的帶了那個髮型詞 陳寶珠真的挺陳寶珠 誰知道張可怡 新戲宣傳的時候被人說她黑臉 說她好像態度 覺得自己是大明星 有郭富城 郭富城也沒有這樣被人說 張可怡被人說 真可憐 當年四大花彈 只有她還沒結婚 為什麼張可怡很漂亮 曾經是什麼 她真的是電視女王 蛇絲曼之前 張可怡是電視女王 以前的人演技真的不錯 現在也不錯 說得出的也挺演得 張可怡也挺演得 為什麼這樣說好像不太好 客觀的陳信 為什麼嫁不出呢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好 大家開始聽之前 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 都對我們很重要 今天想說一下張可怡 其實近這幾年 真的不太覺得 張可怡有很多螢幕面前的演出 又不是沒有的 例如早幾年前 在VTV裡也有一套 戀男爸爸 另外去年 風作氣時也有她的演出 原來接下來的何歲片 臨時結案也有張可怡的演出 這部電影同時還有郭富城 任賢齊和林家棟一起主演 近來他們為了這部電影四處去做宣傳 其中一站是去到杭州出席一個活動 見到很多影迷到場支持他們 在社交平台上上載了一段影片 就說 臨時見我來露燕 距離上次見林家棟坐過去十六天 距離上次見郭富城坐一個月 今天第一次見到張可怡 感覺跟金之玉業那時候 沒有什麼變化 這麼厲害 金之玉業也差不多十幾年前的劇 沒有什麼變化 雖然是這樣 但是有人說張可怡出席這個活動的時候 黑口黑臉 不知道是不是染了金髮 以及穿了長香 改了他的形象 所以走過那一剎 好像有少少黑口黑臉 但是我想說 只不過在那個長口走過而已 他不是台上黑口黑臉 經過一些路口的時候被人拍到 真是慘 現在那些藝人 是不是要24小時對著任何人 總之有鏡頭看到的話 甚至沒有鏡頭在 總之我出身家就要笑口常開 真的有網民投訴他這樣的表情 還說 我其實很喜歡張可怡的臉 但看到他現在擺到臭串 真的很討厭 接著還有一個網民說 後面我那個女兒 是不是覺得自己大牌 他的樣子好像在捧他的臭腳 這麼有趣 這樣形容 事後有現場粉絲幫他還原真相 就說 其實張英可怡 都跟他們打招呼 很友善 還有請他們吃朱古力 另外還有網民在說 喂 不笑而已 不是吧 這也算是臭臉 做人很難 也有網民說 其實不需要每次都討好觀眾 有時候做回自己也很重要 另外 原來之前也有些網民說 在尖沙咀路過看到張可怡 還大讚他非常友善 又說張可怡很漂亮 很有氣質 很lice 那名網民還小失役 問他是不是張小姐 當時張可怡還在笑著回應 說是 然後問他可不可以合照 張可怡還說可以 當時那位網民就說很開心 看到張可怡真是人美心善 希望他每天都很開心心 生活愉快 所以幾有趣 不同人看同一個人 可以有幾個面孔 那至於張可怡是否真的 生活愉快 因為據知當年TVB 我四大千禧花彈 即是哪四位 知不知 就是郭可怡 蔡小芬 張可怡和黎智 有沒有留意他們其他三名 其實已經駕駛出去 還有子女 其中黎智最厲害 除了生了子女之外 還變成女強人 事業有成 郭可怡就專心相夫教子 蔡小芬很厲害 她兩邊都可以 可以繼續出來拍戲 同時間又可以兼顧她 做母親的那一席 照顧她家裡的孩子 偏偏張可怡還是獨身 甚至好像沒有男朋友 為什麼呢 其實幾年前 張可怡是一個 幾名 我看到TVB花彈 狗別重逢的 一位 一位 做訪問她 有說過她自己 如何看她自己 為何只有她沒有孩子 究竟是性格的問題 還是她其實是不喜歡小朋友 還是不想結婚呢 為什麼呢 張可怡說 她跟她幾名 姐妹 所以 TVB花彈的幾名姐妹 一直都是很好朋友 甚至好像覺得 大家好像是同學仔 有可能大家同期出身 一起出來演戲 所以就算現在 他們還是很朋友 難免他們幾位都已經做到媽媽 有時候出來都會說一下 小朋友的事情 張可怡有說到 他們三個都有小朋友 只有她沒有 所以她只可以做 就是聆聽者 他們都是差不多一齊的年代 一起成長 所以 他們幾位就很有默契 也很難得 有這樣的聚會 他們那時候可以有這樣的見面 張可怡說 見他們幾位做媽媽 看著小朋友的時候 就好像 眼裡有一顆星 會發光 那樣 我也是明白 我當爸爸也知道 做父母是非常之愛惜自己的子女的 張可怡說 他其實也 有想過做媽媽的 不過他妹妹也已經有對子女 很多時候 當他妹妹對子女就好像自己孩子一樣 他也不會執著 一定要自己生的 不是自己生的小朋友 都可以很愛惜的 張可怡說 他自己在演藝史裡面 沒有什麼特別build up的友誼 只是懂得就是拍戲 工作完後就回家睡覺 放假就去旅行 回來就繼續拍拍拍 年輕時就沒有跟別人培養一些 深厚的友情 那他四位花蝦蛋 當他們是甚麼呢 他就說 其實當他們是同事 他也覺得是挺遺憾的 他沒有一位女性的物友 所以自己也沒有特別 找一些女性的朋友 陪他 例如油指甲 做眼睫毛 他自己比較男性化 就有空喝茶 都挺粗豪的 他就算對著他媽媽 也沒有什麼講心事 假如有些煩惱的秘密 就會自己也會 藏在自己的內心裡面解決 所以他說 如果有一天 一些人發現他消失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就正在沉澱 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他說 他自己從小到大都沒有任何 子母圖或者閨密 都比較特別的女性 很少女性是這樣的 因為通常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他應該有很多男性朋友 但他又不是特別多男性朋友 即是我猜 聽他說沒有 我就當沒有 張開義形容他自己是一名單身狗 或是很少聽女性這樣稱呼自己 他說自己沒有拖拍的女性 可以說是性女 或者單身貴族 或者直接稱他為單身狗 老實說 有關他的情勢也不算很多 這麼久 有可能是第一位男朋友 董波 都算他拍得長 我們拍了十年 但最後都要分手 其次就是有可能是音樂人 陳用心 當年是他男朋友兼經理人 陳用心有一段時間我也認識他 因為有一段時間他想找女歌手 我當時有介紹我身邊的朋友 給他認識 但說起來已經是 二十年前的事 當時我認識他 我認識陳用心 當時就是他跟張開義拍拖 不過最後他們都在2003年 要分開 之後有一段時間 就跟一位 拍劉本節目 當時認識的金融才子 曾安邦 但他們最後都拍了三年 都要分手 然後一直都是單身的日子 即是他單身多了二十年 我最近有個朋友在說 一個人生活就可以是很開心很快樂的 但是兩個人生活有什麼是一個人生活沒有的呢 兩個人生活就可以換來幸福 當然有些人是吵架 但如果是好的話就是幸福 幸福這件事是一個人生活不能換回來的 只能說張開義就喜歡自己開心快樂多個需要幸福 問到他當年有穩定男朋友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生小朋友呢 張開義也說有的 在不同年紀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想法 不過如果問他現在這個階段 有人單身比較好過擁有家庭 說實話張開義現在都五十三歲 我見很多女性一到五十歲 就算之前很喜歡談戀愛那些 突然間覺得可以不用談戀愛 是不是女性一到這個年紀就可以 很多人是覺得不需要戀愛呢 因為再不需要想著要生小孩 所以就沒有了這件事 張開義說最重要的人生就是找一件事適合自己的 她的妹妹就是一位稱職的媽媽來的 每分鐘都計劃怎樣跟小朋友去學什麼 去哪裡玩 但是張開義說她自己也做不到 或者不喜歡這樣做 如果你要去做她也可以做的 但是她真的覺得需要做其他事情更重要 不知道這個個人選擇 例如張開義說 譬如她不用拍戲的日子 她就會幫一些情緒病協助的人做推廣 或者上天給她這份天賦 想她多點關心服務社群 即是不代表張開義說她自己不想有丈夫 即是不代表她不想有家庭 但是她就不會執著一定要有 即是在她的經歷有可能發覺 有伴侶的時候 好像她單身更開心一點 更覺得值得 有可能她從來未找到她自己覺得值得的另一本 即是如果她找到她值得的另一本 有可能看法又不一樣 即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她說對著她這個年紀 其實已經不需要男人 或者是需要一個相近的靈魂伴侶 但在望望人海裡都不容易找到 那當然 明星通常不會主動認識別人 而且就算認識別人 她也有可能要認識別人 跟自己的背景 近似 或者是否要一些很有錢的人 即是認識別人的環境 條件狹窄了 她就很難再認識 而且她過了50歲 過了50歲之後的女性都是難找對象 不過張開義也有補充 她說如果不需要說結婚 只是說約會 或者談戀愛 她說她現在還有型渴望 最重要就是生活平衡 其實話說回來 早幾年好像也有記者 拍過張開義和一個法國男士的約會 但當時張開義就說這位只是普通朋友 她是不是沒有試過跟西人拍拖 她說試過 不過只不過是讀書那段時間 之後其實沒有跟外國人拍拖 她說 某個程度上 感情對她來說 是有可能有少少失落 或者在別人眼中覺得是缺陷 但是 她自己來說其實也覺得OK 現在也滿足 只不過假如有一份感情 同時間要她失去 現在擁有的東西 她就不喜歡 如果有一段好的愛情 但是 失去一些人身自由 經常被人管住 我想她就不肯 張開義 其實張開義曾經在2005至2010年 那五年裏面 試過因勞成疾 還患了一些甲狀腺病 當時情緒不穩定 後來也幸好她將病情醫好 所以近幾年她就 經常做一些健康大事 鼓勵大家 怎樣管理情緒 有什麼事就盡量去醫生求助 張開義說她自己覺得健康最重要 這件事 因為以前經常捱三晚通宵 四天才睡一次 以為第五天就OK 原來這樣是不行的 還有她說 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 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讓她試 如果因為失去了健康 而享受不了這些 也掌握不了這些機會 她就覺得不值得 所以 原本以前的 那些步伐就經常掛著工作 很大量的工作 所以搞到她有一段時間就病了 反而就沒有了工作 那段時間令她很迷惘 因為那段時間她還有一些物業要供 還有一些生活的開支 金錢方面都需要的 所以現在看回以前來說 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麼 決失過什麼的 最後也發覺很感謝上天 所以終於都可以被她 掌握到當年的困難時刻 即是大步掌握過的困難時刻 那當時她怎樣解決呢 最簡單 就是把一些供不起的物業賣走 現在之後看 有些人有點後悔 因為那時候賣不是最好的數目 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的形勢 樓價跌得那麼厲害 那當時賣又未必是一定那麼差 但是我看過訪問裡面 她又沒有說養草物 因為很多一些單身的女性 就可能養草物去陪自己 或者她妹妹有小朋友 有人有空找她妹妹 跟她的小朋友玩 她有人覺得也OK 始終人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大家不知道對張可怡最有印象是什麼 我第一最有印象就是 她剛出道的時候扮尋寶珠 扮到唯超唯妙 之後又演過 穿越版的女四娘 當年還贏得事後 另外還有金之玉葉 真的不可以不看 當時跟其他花彈 火花拆得不得頂 金之玉葉這套劇絕對是 TVB這麼多年來裡面 其中一套很經典的劇集 另外之前HKTV的時候 那套《來生不做香港人》 很多人都說她的角色也很有霸氣 3TV那套劇我沒有看 所以我就給不到什麼comment 歡迎大家留言說 你覺得張可怡是怎樣 為什麼會覺得她沒有結婚呢 究竟是她的性格問題 還是她不喜歡生孩子 還是什麼呢 歡迎大家留言給一下意見 甚至說一下演戲 你覺得是如何 因為很久 大家都不是經常看見她的演戲 因為現在是少了 但不要緊 突然間賀瑞片又見到她 到時就看她有什麼精彩的演出 好了 今天《娛樂新聞》就趕到這裡 稍後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